大家好,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呢,其实我挺纠结 要不要是开这个ROG的Nobar 3 Plus 还是小型Pro 13 小型Pro 13呢 是目前来说热度最高的机器 但是呢,却又是最没有悬念的机器 所以说,开箱的意义呢,在哪里呢 那我有可能就是最简单的去展示一下 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最近呢,我们公司正在搬仓库 几乎所有的事情呢,都在停摆当中 那包括像这一期的开箱 这期开箱呢,其实我应该早一点给大家做的 但是呢,真的量产机是前天才到手 然而呢,在到手之前啊 我们已经卖了几百排了 这也是我给大家答应的首发架的批量的机器 首发的机器呢,我们持续了两天 其中30号啊,一整个下午都是有货的 大家呢,在京东啊,在官网下单啊 可能也就是几分钟就买不到了 这点呢,我们也感谢厂家 通过乐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大力的支持 对于小新Pro13呢,这个机器 其实我已经关注很久了 那是愿意我对这个产品的妈妈的各种欣赏和认可 这种人呢,其实就是之前我曾经在视频里面讲到过的 联想着年轻的,有才华的,有担当的 有激情,无限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并且呢,愿意去交流和接纳 自己的知数呢,也是满满的溢出的状态 也是像我这样子,几乎不休息 每天工作到凌晨,很早又起来 你随时找他,他随时在线,甚至女朋友都很久不见一次 这种人的存在啊,其实就是这种老牌厂家的未来 在我知道这个产品是他做的以后啊,我就开始非常关注这个产品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啊,我这期视频有可能啊 和那些充值评测的是异曲同工了 那不同的是,他们是收钱的,我是自干的 我们先来开箱啊,这个盒子和以前的小青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小青是那种牛皮纸盒子来包装的 这个呢,应该还算是比较有档次感的感觉了 这里呢,是他原封的风口 这里呢,是他的序列号,序列号的尾号是MBE 这台机器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乐配商城 我们自己下单自己买回来的 这样的速度会是最快到 一个量产机嘛,把这个封口给打开 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机器呢 很小小,跟小新13比呢,明显薄太多了 对吧,小新13呢,还是比较厚的 里面这张五纺布啊,里面印着一些呢 比如说第一次开机需要干嘛干嘛 第一次开机以后又会干嘛干嘛 然后一些组合键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会印在上面 机械的A面呢,就纯银色 然后啊,什么都没有啊 侧面有一个小小的logo 然后侧面啊,边缘的地方完全是不割手的 他有一个很细微的圆弧的过渡 手在上面,像有些机器在上面刮一下 会刮出指甲的粉啊,这个机器不会 机器呢,是可以单手开合的 这个初段呢,会有一点 有可能是磁吸 你们,你们可以看一看啊 我扣开 有点磁吸的效果 是吧 单手开合呢,可以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角度 就过不去了 当然你也可以使劲 但是机器就会坏掉 我打开这个闭面啊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上方 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产品的妈妈 还是非常用心去做产品的 你们看得出来这个隐约的缺缺 这里就是麦克风的位置 在这里我都很难找到 这里呢是看一下它的开孔 这里是它的一个摄像头 旁边还有一个开孔 并不确定里面是什么 在这里又有两个开孔 能看得出来吗? 其实看不出来 我要非常仔细的看才能看 在这里有两个开孔 里面是什么 有可能是微软的人脸识别的功能 在这里面 你们其实知道啊 我对我对这种玻璃的这种屏啊 其实不是太喜欢了 但是呢这样会有品质感 并且能保护住屏负面的作用呢 是增加了一块玻璃的重量 并且呢它会它会有反光 这点呢在使用当中啊 那除非屏幕亮度是比较好的情况下 否则的话你如果有背后啊 有灯啊 有窗子呀 有光源啊 使用感受并不好 然后呢你们可以隐约的看得到这个屏的边缘 边缘是到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的 其实边上呢 两侧其实也是比较窄的 顶部和底部呢宽度 比如手指还是再细一点 这个宽度呢已经非常小了 所谓的四面窄边框嘛 也就是这样子了 上一期我们开箱的小新十三 那它的转轴啊 就比这个要粗壮很多 这个呢 呃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非常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转轴了 出风口呢是隐藏在这个里面呢 这边呢不是出风口 它两个风扇可以看得见 从底部那出风口是从这边出来的 废面呢整个是一个金属啊 其实金属的面啊 我会比较担心它使用感受并不好 然后呢会不会冬天啊冷 然后夏天烫这种情况发生 都要看吧 惠普的暗影精灵系列呢一直被诟病呢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金属的万托这一面键盘呢 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小新家族的这种键盘的手感 比较有强调的地方啊 这里没有一个横条型的那个小新的那个传统的电源按键啊 那个按键其实我一点点都不喜欢 它的电源键啊被装在的右侧 其实也是蛮特别的 这个按键比原先正面的那个按键啊 要明显有段落感 听下声音 对吧 原先正面那个按键呢 主要是太浑浊 没有没有确认感 出摩板呢其实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每一次这个产品的妈妈都会说 他这个转切工艺 这个呢他认为花了钱了 其实我对这个倒不是太有感 这种厂家啊 其实在这种手感上已经很难去犯错了 明显的段落感和确认感 并且呢也不是太紧的那种是比较容易用拇指按动的 底部呢你们看啊 这个脚垫其实是比较矮的 这个脚垫 那么这个机器呢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轻薄本 那我也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呢他是小型破了13 嗯 他是非常性能调教的 我就会担心这个高度显不显低的问题了 整个地面的是很传统的开孔 然后这个内六角的螺丝啊 一共有一共有9颗 那拆呢对于 其实应该不难拆啊 这里呢是扬声器的位置 我们要跳过一个环节去给大家呈现一下侧面的按键 这边呢是一个恢复孔电源键 大家知道的 现在M是打不开的 联想的机器必须要插电才能第一次打开机器 这个呢是耳机耳麦的接口 这个是USB A 这个我非常在意非常在意 在这种小机器上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接口 翻过来在左侧是两个全功能的Type-C的接口 回到刚才要说的环节 这个呢像我们的产品的妈妈致歉一下啊 呃 我认为联想的机器其实精度啊 模具的精度是最好的 但是呢 这个小新413啊 你们看一下 在这个角非常严丝和缝 带到这里 到这里就就会稍微宽一点了 再到这里又是非常严丝和缝 再到这里又宽了一点 那在这里 我不知道对焦对不对 能不能对的准啊 你们看一下 再到这里又是稍稍有点分开的感觉了 再到这里又是分比较分的多了 这边是那 这点啊 其实在联想的机器里面 这算是比较分的比较多的了 再到这里又是分开比较多 再到这里又是分开相对比这边更多一点 嗯 我认为啊 在联想的机器里面啊 这个精度算是做的稍微刺一点了 有可能和他这个D壳是金属性的 是有关系的 再说一下正面 正面这里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抠手的地方会更好一点 奥进去一点点 一丁点 但是我估计啊 一丁点的位置都不会有 因为他这里啊 已经塞下了太多东西了 有可能的话 可以把下面稍稍奥进去一点点 手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抠到了 但是呢 反正日常使用当中啊 我手摸在上面就可以把它给掀开 嗯 主要是开的一瞬间他会有一个磁锡在里面 这个65瓦的电源适配器啊 大约是在2米7左右 就两根线加在一起 大约哦 电源适配器呢 是65瓦 我猜想有可能会不够 因为这个机器呢 是非常性能办的 据说这个CPU可以持续35瓦电源适配器是350克 强调一下他这是一个type-c的一个充电口 并且这里呢 这里是有接地的 很多金属的机器啊 你摸上去会有麻麻的感觉 有电的感觉 有这个接地就不会了 机器呢 是1290克 这次呢 稍微特别一点 我直接到我最想做的这个环节 这些内部啊 是值得我们去赞叹一下的 从网卡开始 支持WiFi6 两个热管呢 从这里应该是CPU和显卡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过来 一直到这里是两个风扇对外 也是蛮特别的 这个屏蔽罩下面啊 应该是他那个16G内存的位置 这里呢 是一个三星的PM981A的固态硬盘512G 那在这里啊 像对应的位置是给他散热的 把热量传导给这个金属的A啊 金属的D面 我们日后呢 想换更大的固态硬盘也是可以的 直接把这个螺丝拧掉 拆掉去换就行了 整个主板的供电啊 和这个显存的位置啊都被覆盖了 电池呢 是56瓦时 制造商呢 是新旺达电子揚身器呢 在两侧那在角落里面 并且呢和机身是这种柔性的链接 其实从这个散热的布局 再到这两个风扇 再到散热片啊 基本上可以认为 他为了这个性能的发挥 还是做足了功课了 挺好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机器的内部啊 更像是游戏本 开机呢 刚才一说我是打不开的 那必须要插电才行 插电再来开机 啊可以开了 小型的logo F2可以进BIOS 看一下 这个呢是机器默认的壁纸 这个屏呢是一个16B9的2.5K的屏 分辨率是2560×1600 现在麦克菲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点一下开始嘛 点一下开始 这边就有一个联想杀毒 plus 这就是麦克菲 然后点一下卸载 会弹出来一个界面呢 这个功能和程序 把它点一下卸载 就可以开始卸载了 在这种管理器里面啊 可以看到这个内存的频率是2666 然后是双通道 这个呢是联想的BIOS界面 内存带宽的31G 对于轻薄本来说的话非常不错 但是呢 延迟相对高一点90达秒 CPU缓传的表现呢 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跑测试的时候啊 CPU啊 GPU的温度一直在提高 现在已经62度了 从啊 从刚刚的五十几度 可以听到一点点轻微的风扇声了 现在跑的GPU 但是CPU正常已经跑到三十几瓦 温度呢也达到84度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性能犯的调教的 这些截图呢 都会放在公众号里面 跑过一向起 现在达到了40瓦 这个 这个还不止他说的这个35瓦 CPU呢是14638分 这等于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标压的CPU了 刚刚CPU跑到了46瓦 得分呢是799分 PM981A呢 这个固态硬盘的性能肯定没什么好说的 4K到延迟都很好 显示屏的厂家呢是来自于华星光电 DC调光 鲁莱士呢是245,000分 简局一构分呢 差不多在20万分左右 GPU可以看到这个接口是一个4倍速的接口 PCR1 3.0 FPU单烤现在达到了51瓦 刚刚全核的频率达到3.9G 现在3.42G 35瓦 要知道这是一个轻薄纹 现在35瓦可以持续 温度呢是81度 我双考GPU和CPU 现在CPU还在3.3G 偶尔降了这个2.0G 其实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GPU的频率呢是1.36G 要注意这两个频率 CPU和GPU GPU的频率呢是低于小星13的 CPU频率呢是高于这些 比如像小星13啊 比如像Netbook啊 比如像这个小星Air啊 也就是说两个占满载的同时啊 它并没有把两个 嗯某一个给顶得很高 而是说两个都是平衡的去发挥 每个产品呢也都会有自己的产品的性格特征 那它呢是比较 比较趋向于均衡的这种性能的 现在温度呢都还好 CPU呢是在70度 GPU呢是在69度 现在轻薄本里面发挥最好的应该是小星13 小星13的CPU呢在双考的时候是9.9瓦 它呢是14点啊 应该说是15瓦 频率呢也是最高的是2.0 2.09G 是目前来说双考 双考的轻薄本里面CPU频率最高的 外机器呢下面被加高了 加高呢用一个30D做嘛 那时不时的CPU呢会到3.4G去 那现在又变成3.4G 3.37G了 达到了35瓦 双考能达到这种样子 确实相对来说调教是比较激进的 但在激进的同时啊 温度其实并不高 它这种对CPU性能的释放 基本上如果说是玩游戏的话 那么腾讯式的游戏会比较适合 但是我没有想到 那种游戏会比较适合